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故事就到了 如果你晓得你自己故事在哪里 你会修正 我们在讲习里面 是在讲讲的太多太多了 我是平常就我们现前应该从哪里下去 我跟大家讲16个字 这是一切众生普遍犯的错 自私自利真心清净心里面没有自私自利的 所以自私自利是错了 我知道错了 这真理觉悟 觉悟之后就要起修 起修怎么样呢 我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带人接悟 我要把自私放下 把自利放下 这就叫你用功 悟后起修啊 什么叫开悟呢 开悟我们听起来很悬呢 以后我接触经教多了 才真正明了 什么叫开悟呢 知道自己过时叫开悟 把过时改正过来叫做忏悟 忏悟是真正修行的功夫啊 这一个修学方法里面 最难的是知道自己过时 人能知道自己的过时 这个人就不迷了 这个人就觉悟了 修行这两个字要搞清楚 行事行为 包括思想 齐心动念是心的行为 就是念头的行为 言语是口的行为 身体动作是身的行为 行为再多 不出这三大类 深口意 行为错误了 行为不善呢 把它修正过来 叫做修行 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 都搞清楚 行为有了错误 错在哪里呢 跟真心不相应 就错了 我们从最粗浅的境界来说 心虚伪 与自信不相应 自信 真心 它是真诚 没有虚伪 现在你有虚伪 你跟你的自信不相应 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自信是清净的 你现在的心不清净 你有烦恼 忍着 那这是错误的 自信是平等的 你现在心里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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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相应 知道错误就是折 佛家讲实折 你开始折我了 你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就叫修行 转虚伪为真实 修正的 修是修正的 修理啊 把错误修正过来啊 我把我贪嗔痴慢 染无的这个念头 转过来 转成清净 烦恼放下 你修清净去吧 把高下的心 转成平等心 把迷惑的心 转成智慧的心 把自私自利的心 转成大慈悲心 宗门脚下 足死大得了 常常教人从根本修 根本是心啊 根本是念头啊 为什么我们修学这么困难呢 佛讲的话听得不错 很好 不能去做 每一天生活 工作 厨师在人间屋 还是贪嗔痴痴慢 怎么办呢 跟别人往来 专看别人的缺点 专详自己的好的处 专看别人不好处 自己是好人 别人都不是好人 这怎么能成功 佛教给我们恰恰相反 对人 对四对五 专看别人的好处 专看别人的善主 别人不好不善 统统不放在心上 当我们齐心动念 越想到是将来什么样的果 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 就说 佛师啊 无疑呢 宗生有灰故 都在想 果到相前呢 他恐惧了 害怕了 那本来认为 果到相前 必须要成熟 等下有之后 在情形动念之初 就把错误的念头 修正过来 在修行 修习 修就是 不永远在生活上 把它修正 不永远修正过来 不永远修正过来 不永远在生活当中 不永远在 从事待人进屋之处 最永长重要 在修行从哪里修了 就从这个地方修 阿弥陀佛真是 所以能承受到 修正了世界 那在北方 恤恤即时 永远听不到物声 永远见不到物色 我一想到西方 修正了世界 不永远这样修正才行 所以讲 一定要修行进行 修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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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修正自己 错误的观念 言语行为 天天干这个 实时干这个 处处干这个 不妨碍工作 不管你过的是什么生活 也不论你从事于 哪一个行业 你出顺境也好 出逆境也好 都在 都在 现前 修正 错误的 想法 看法 说法 做 你能这样去做 这叫菩萨行 菩萨不是干别的 菩萨就是修正自己的毛病 修行人 真干 真修行 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 特别是 出待人 接物之间 他修什么 修不起先 不懂念 不分别 不知足 他修什么 这叫真营修行 真余